8号上午 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第26届海峡里岸经贸交易会新闻发布会 第26届海峡里岸经贸交易会将于今年5月16号至19号在福州举办 福州市副市长赵明正表示 30年来 海峡会坚持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合作大平台 对台先行监视政策谍出 经贸合作项目不断增加 活动成效日益凸显 在探索海峡里岸融合发展新路 促进两岸经贸合作畅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26届海峡会紧抓中国福州国际招商业创办30周年 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的大陆首家台山独资企业成立40周年 福州市台协会成立30周年等重要节点 聚焦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以深化两岸融合建设第一家园为主题 开展5加3加N活动方案规划和设计 赵明正指出 本届海峡会坚持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 推动台胞台企融入大陆产业链供应链 不断提升海交会活动时效 响应台胞台企需求 紧贴敏台优势产业 深化两岸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 推动各省市以及相关三协会充分参与 设置全国投资合作推介区 协作城市投资合作推介区 新时代上海协作招商推介现场 粤港澳大湾区投资合作推介区 为台胞台企发展 寻找新市场 提供新选择 打造新空间 瞄准新业态 新经济 新技术 规划设置电商选品中心体验馆等平台 持续推动两岸经贸和产业合作 切实助力台胞台企 融入大陆内息市场 据悉 截至5月7号 已有430多名台湾重要嘉宾确认参会 其中岛内及马祖嘉宾超300人 预计参会台胞总数将超千人 创海交会历史新高 同时 台湾商业总会 电子电机同业工会 台中金门马祖基层商协会 等50多家重要工商团体确认参会 未经济对 未经济的